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半月晚废掉 爆发力下降 无法重回巅峰 在米兰时期常常可以看到卡卡长去阵入的镜头 球队的绝对核心 队友十分的默契配合 到了黄马 卡卡不用发挥最擅长的特点 根本没有机会去让他长奔 也不用你远设 一切都交给本泽马和C罗 本泽马刚开始被称为水货 多亏魔力鸟给他信心 转回黄马是卡卡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黄马是谁能以防大为主要打法 球迷的口水都淹得撕泥 再加上伤病的影响 不能稳定出场比赛 也不能按自己的习惯自由发挥 折一天使令人恶望啊 最宝贵的几年时间都在看饮水机 自然让人觉得卡卡是快速下滑的典型了 2013年 对卡卡失去耐心的黄马将其兜售回老东家AC里兰 然而重回老东家的卡卡 也未能寻回昔日生泄罗王者的气质 只在一家赛场短暂停留了一个赛季之后 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14年 32岁的卡卡告别了笑历十一年之久的欧洲足坛